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呢 足足的花了我两个月的工资 差点卖身 我还算是一个比较怀旧的人吧 以至于搬到好几次家 都没有把它扔掉 今天呢 我把它从仓库里边搬转了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还能不能正常使用 我们从正边看呢 这台总部音响 一左一右是主音箱 中间呢 是主机部分 最上部这一层呢 是卡式磁带录放机 这是一个是双卡的 一个可以进行放音 一个呢 可以进行收音的录制 第二层呢 是CD播放机 可以播放CD工盘 下边这一层呢 是供放和收音机的区域 最下边这一层呢 是有控部门 除了这些呢 还有一个遥控器 根据产品名牌上边标注呢 这是一台松下原装的组合音箱 最上边这一层是卡式磁带用放机 第二层呢 是CD播放机 第三层呢 是供放加收音器的控制部分 最下边是主控部分 当然左边和右边是音箱 下面呢 我们先把音箱系好 把电源插上 现在是通电代替状态 苹果这边显示一个E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磁带播放机能不能正常工作 大家也知道 现在呢 使用磁带呢 很少了 刚才呢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他找到了这样一盘磁带 这是我一个好朋友家之前用过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CD播放机能不能正常工作 我们都知道CD音质呢 是在所有的音频格式里边呢 音质是最好的 直到现在呢 很多音乐发生有 只听CD的这种音乐 大家也知道 现在CD和磁带的这种音源呢 非常少 考虑到这种情况呢 我在网上购买了这样一个转换器 使用这个转换器呢 可以插入USB卡或者U盘 播放U盘里边的音乐 第二 可以使用手机的蓝牙功能连接这个盒子 手机里边的音乐呢 就可以通过这个老式的组合音响来播放 下面我们试一下 现在呢 我们插入这个U盘 试一下看能不能播放里边的音乐 现在我们选择下一曲目 下面我们用手机蓝牙连接这个盒子 现在提示连接成功了 然后呢 我们打开手机的播放器试一下 再换一个 通过刚才一系列测试呢 我们这台将近30年前的老式松下组合音响呢 指的还是非常过硬的 当然 日本和中国当中的历史我们不能忘记 但是 日本呢 确实有我们值得可学习的地方 你在这方面有什么要想说的 请把你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今天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